下一段是一個重點 叫做熱對物質的影響 這邊會出現融化熱、氣化熱有一些計算 還有一些是不用算的觀念跟想法 還包括了吸熱跟放熱的化學變化 東西吸熱或放熱的時候 會造成一些影響 這些影響包括了溫度的升降 包括了體積的改變 還有一個是這裡的重點叫做狀態的改變 所以東西吸放熱之後可能會改變溫度 可能會改變體積 可能會改變狀態 就是我們要講這些事情 第一個是改變溫度 這個我們前面講過了 東西吸熱的時候溫度會上升 放熱的時候溫度會下降 我們講這句話是先假設狀態沒有發生變化 所以吸熱溫度上升 放熱溫度下降 這叫溫度的改變 然後體積的改變 通常東西都是熱脹冷縮 好受熱的時候會膨脹 冷的時候會收縮 但是有一些異常不一樣的狀況 重要的是水的異常 基本上國中也只教了水的異常 就是水是異常的 他在四度吸的時候誰最小誰最大 還記得嗎 啊 他並不是熱 他不完全是熱脹冷縮 他在四度吸的時候誰最小誰最大 這個黃柏翔 這個黃柏翔 黃柏翔 請坐 耶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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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小秘出這一大 這是異常現像 要記得考試考過了 學測考過兩次 至少考過兩次 然後狀態改變 就是固態、液態、氣態 birds 它會從固態變液態、液態或氣態 會倒過來 就叫做所謂的狀態改變 狀態改變的時候也需要吸熱或者是放熱 好,這裡有個融化曲線圖 融化曲線圖 加熱之後,溫度上升 然後開始融化 然後開始氣化 融化曲線圖 重點就發現平平的那一段是重點 平平的那一段就是表示我開始融化了 或開始沸騰了 然後等到全部融化之後 或全部沸騰之後 溫度才會繼續上升 所以有一個平平的階段 這是它的重點 好,所以中間會有一段是所謂的 故意共存 或者是所謂的意氣共存 然後最後才會一全部融化 它溫度才會上升 全部消耗才會上升 所以重點就是 東西在狀態改變的時候 有吸熱或放熱 但是它的溫度沒有發生改變 溫度是一樣的 然後呢 所以這裡就有融點跟沸點 融化的溫度叫做融點 沸騰的溫度叫做沸點 水的融點呢 一大氣壓加是0度C 水的沸點一大氣壓是100度C 這叫融點跟沸點 然後了解這個融點跟沸點之後 單會就會出現問題 等一下就會出現問題 然後呢 這是我們前面教過了 存物只有固定的融點跟沸點 混合物沒有固定的融點跟沸點 國中就這樣子教 國中就這樣子教 有一些奇奇怪的事情 以後念到有學問都在說 國中就這樣子教 然後這些可以問呢 圖畫給你之後就問問題了 有些問題要算 比如說你算融化熱算氣化熱要算 有些問題不用算 看圖就曉得了 這是不是存物質 這樣就是有固定的融點叫存物質 如果先一點往上跑 都不會 那沒有就叫做不是存物質 請問你 看圖就會知道融點跟沸點多少 融化對過去物多多少 背中又多少 看圖就知道了 我可以問你啊 夾一比丁物 框框裡面寫夾一比丁物 然後問你說這裡什麼狀態 對什麼狀態 是固態還是液態還是氣態 是故意共存 再來多一點就是問你比例 全部融化要八分鐘 現在經過兩分鐘 請問你固體跟液體比多少 只有兩分鐘變成液體 還有六分鐘是固體 所以就是六比二三比一 就這樣 看著就會曉得了 還有可以問嗎 我們可以問 第一個直接問你啊 固態的時候比熱大 液態比熱大 就看著就曉得了 誰溫度變化快 只有誰的比熱小 那我如果再給數字 給數字 就可以算 請你算出 它的比熱有多少 算出它的融化熱跟氣化熱有多少 就可以算了 就有計算題 好再來 假設這個圖是100公克的水 100公克的冰啊 啊問你變200會怎樣 變200會怎樣 圖會怎麼變 第一個最前面那個上升的 固體的上升曲線 要變得更陡還是更平 200克要容易變化還是不容易變化 不容易變化嘛 實際上比較大 所以要陡還平 第二個 對過去那個費點會不會變 然後存物質不會變 所以這個溫度要影響 再來 平的那一段 融化那一段 100克融化要兩分鐘 那200克融化幾分鐘 畫一畫 那基本上這也不用算 請問你曲線怎麼變化 這個古時候有考過了 現在考那個選擇題的時候 不容易考 但是觀念上你還是要會 觀念還是要會 所以這都是可以考的問題 這就是 我們告訴你 會造成一個狀態改變 會有一個融化曲線 然後呢 在融化曲線上 我可以問各位很多很多的問題 不見得是計算 不見得需要算 就是看圖就會曉得的事情 這是你要懂的 要了解的OK OK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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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